今年来,日方反复炒作中国威胁,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,大幅增加防卫支出,发展进攻性武器,谋求获得对敌打击能力,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这向本地区国家乃至世界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,即日本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。 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,我们强烈敦促日本政府,深刻反省侵略历史,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安全关切,坚持专守防卫,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,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。